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绑架他的男人叫沃尔夫刚 起初他对待纳塔莎像对待宠物一样贴心 为他送来可口的食物给他讲睡前故事 当纳塔莎提起想念父母时 沃尔夫刚立刻变了个人 把他的头按进水盆里不断出言恐吓 小女孩被吓得泪流不止 为了方便自己与纳塔莎对话 沃尔夫刚在地下室安装了监听器 当听到纳塔莎自言自语说出想逃跑时 愤怒的沃尔夫刚不仅对他一顿暴打 更是不停为他洗脑 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是属于我的 你必须得服从于我 纳塔莎想逃出这个恐怖的牢笼 他企图用捉猎的小伎俩装并骗过沃尔夫刚 被识破后 沃尔夫刚饿了他四天作为惩罚 四年过去了 纳塔莎由于长期挨饿 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步入青春期的纳塔莎来了立驾 严重洁癖的沃尔夫刚允许他去浴室 但恐吓他房子里布满了炸药 如果他逃跑就炸死他 这是纳塔莎第一次离开地下室 在沃尔夫刚的监视下 他洗了四年来的第一次澡 沃尔夫刚的母亲来到家里做饭 在他身上发现了金色的头发 他误以为儿子交了女朋友 这让沃尔夫刚十分紧张 他竟剃掉了纳塔莎所有的头发 圣诞节之时 沃尔夫刚送给纳塔莎一个圣诞礼物 纳塔莎表现得极为感动 这让沃尔夫刚十分开心 此时的纳塔莎已经学会讨好沃尔夫刚 变成了任他摆布的奴隶 为了让纳塔莎完全属于自己 沃尔夫刚给他改名字叫威威 长时间的相处 让沃尔夫刚放松了警惕 经常让纳塔莎帮忙做些体力活 某天晚上 沃尔夫刚侵犯了纳塔莎 纳塔莎根本不敢反抗 作为奖励 沃尔夫刚带他来到院子 纳塔莎踩着地上的青草 第一次感觉自己还活着 沃尔夫刚教他做家务 一旦他动作稍慢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可是隔天又会送他礼物 反复无常的沃尔夫刚经常恐吓纳塔莎 你是我的 千万不要想着逃跑 否则我会杀死所有人 某次沃尔夫刚带他去超市选染料 由于恐惧 他错失了逃跑机会 房子装修好之后 沃尔夫刚给纳塔莎买了一件内衣 还说这是他们的新婚之夜 纳塔莎问他为什么会选自己 沃尔夫刚回答 因为你笑得很美 原来当年在超市 小萝莉·纳塔莎偷吃饼干 被沃尔夫刚看见了 害羞的纳塔莎对沃尔夫刚微微一笑 并伸出手指做近身 表示这是个秘密 仅仅是因为这个无邪的微笑 沃尔夫刚便精心设计好地下室 三个月后 趁纳塔莎不备绑架了他 回到地下室的纳塔莎 绝望地选择自杀 但当浓烟弥漫开来 求生欲让他害怕地熄了火 沃尔夫刚得知后 对他又是一顿暴打 每次挨打后 纳塔莎都会在卫生纸上 记录下自己受到的暴行 纳塔莎18岁生日之时 沃尔夫刚送给他一条漂亮的裙子 两个人的平和相处 让他放松警惕 终于在2006年8月 他让纳塔莎帮忙刷车 自己则进屋去打电话 纳塔莎看到大门没有上锁 他鼓起勇气开始逃跑 当瘦弱的身躯 穿过那道窄窄的缝隙 被囚禁八年之久的女孩 终于迎来久违的自由 而沃尔夫刚知道 他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威威 选择卧鬼自杀 真实事件更有戏剧性 沃尔夫刚死后 纳塔莎拥有了污渍的继承权 他住进了曾经囚禁他的地方 保留了沃尔夫刚的车子 还把他的照片留在身边 人们对此事的讨论 不过是斯德哥尔摩综合阵 可对纳塔莎来说 那是他人生的3096天 和沃尔夫刚一同生活的八年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3096天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